《 機動戰士鋼彈 機戰任務》系列 即將推出新作《 機動戰士鋼彈 機戰任務》 即將推出新作《 機動戰士鋼彈 機戰任務》 代號妖精 故事設定在一年戰爭時期的宇宙世紀 0079 年 主角團是一隻由三名女性 所組成的極翁公國秘密部隊喧鬧妖精 我們即將與他們一起在北美戰線對抗地球聯邦軍 操作方面基本上與系列作 《 機動戰士鋼彈 機戰任務 2 相同》 玩法改為單人劇情取向 由於隊友改為電腦 在戰鬥時要如何對隊友下達正確的作戰指示 就會是戰鬥的關鍵了 本作中也新增了駕駛員技能 能夠在時間內大幅提升機體的各項能力 我們也可以自訂駕駕駛的武裝 以應對各種需求的任務 《 機動戰士鋼彈 機戰任務 代號妖精》 也會和《 機戰任務 2 進行聯動》 當遊戲通關後 將可以在《 機戰任務 2 駕駛本作的機體》 相對的若通關《 機戰任務 2 》 也會在本作開啟新任務 有興趣的玩家們記得關注一下喔